相当期待的追踪第一线 我们今天在线上视讯访问的是 日本九州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 目前旅居丹麦职业的荣格分析师 广媒芳博士 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要讨论到的话题 或许很实用 那么也是大家心中一点点的小负担 因为在职场上的付出 有一种叫做心类 为了符合他人的期待跟需求 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表达 甚至有时候会违反真实的感受 举例来讲像是服务业好了 要面对客人各种的要求 必须要保持笑容 有些人说OK又来了 那么上班族面对主管不合理的要求 有时候也要和颜悦色的回答 这就是所谓的情绪劳动 所以要请教广博士 每个人在工作 甚至是在学习的场合 可能都会出现情绪劳动 心态上要如何调整 才能减少内耗 减少心力的消耗呢 博士 是的 情绪劳动这个概念呢 其实最早是美国的加州大学 博克莱分校的一位学者 然后他在1983年提出的一个概念 其实指的就是我们 其实除了工作上的职务以外呢 为了符合工作上的需求 在情绪上也必须付出很多的一些工作 特别的一些劳务 比如说呢 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 我们需要刻意的控制管理我们自己一个外在的外层的一些情绪的表达 比如说我们要试着注意我们的语气 笑容 面部表情 甚至是肢体动作 都要显示出一个符合我们一般社会上要求的一个比较温和良好的一个态度 而更深层的呢 其实我们付出的劳动是相信我们都有这种经验 就是即便我们自己在私人的生活上面可能正在经历低潮 也可能是有些很兴奋开心的事情 但是当你要进入职场工作的时候 都会试着比如说做几个深呼吸调整自己的情绪 因为觉得需要专业 然后需要达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那其实这种也是一种情绪劳动 因为你在刻意的去控制调节自己的一个情绪 配合工作的状态 那的确这种的一些状态 因为它是一个刻意的 所以它都是一种比较不自然的状态 那就像是我们身体一直呈现在一个比较 比如说要做得很直很正这些状态的时候 做久了我们其实都是会感觉到累的 就像是身体累还有心累 那保健的方法呢 其实很重要的是 一个是注意到自己的一个精神的状态 比如说一个小小的一个 你可以看当你回到家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你都不想跟自己的家人说话 或者原来有兴趣做的事情都不想做了 那就有可能是你的情绪劳动已经付出太多了 这个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要马上的进行休息跟疗愈 就是要让你静下来休息然后去找一些平常你喜欢做的事情 让自己得到充电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情绪劳动 其实主要是发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之间 比如说客户或者是顾客或者是上司跟同事 因此在人际关系中 如果当你觉得自己有一些不舒服 或者觉得特别累委屈的时候呢 很重要的是用一个很温和 但是坚定的方式 比如说去和对方沟通 这个绝对不是去吵架 而是一种用建设性的 从建设性的角度去做一些沟通 然后所以等于说换一个概念 把情绪劳动尽量能够变成是一种情绪合作 和周遭的人一起来创造一个有建设性的成果 刚刚不是提到的情绪劳动 或许这样的一个身份 这样一个族群 感觉压力蛮大的家中长女 甚至是长子好了 那么长女症候群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病名 但是在社群媒体当中有很多讨论 因为很多人都说啊 大女儿会比较贴心 老大就要照顾好弟弟妹妹 要做榜样 所以有些家庭的长女会觉得说 要遵守父母的想法 牺牲自己多 那么获得了关心又是最少的 所以最后压力大也抑郁了 甚至会有焦虑的状况 所以要请教龚博士 出生的身序会影响到性格吗 那么如果想要摆脱也就是调整自己 有没有哪些好的建议 可以正要面对长女症候群的观众朋友 博士 是的 其实在遗传学上面的出生的顺序 已经被证实对于身体 跟原来的精神状态 就是带来的基因 其实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可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的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 他当时就提出来 他认为人们会因为出生顺序的不同 其实会影响到你的人格的形成 那这个理论受到 就像一直到现在 在社交媒体上面 社群媒体上都会注意到这个话题 也觉得有一些道理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很质疑的态度 这个是因为认为不只是你出生的顺序 其实和父母的教养态度 家庭里面的关系跟动力 社会跟经济状况 以及我们整个大文化 其实都会为我们带来不同的一些影响 但是呢 的确以长女为例 我们先提 比如说在欧美的心理学研究中呢 就认为长女是因为第一个出生的女孩 所以会得到很多的关注跟期待 因此当长女长大之后 她也很习惯了 就会这个特别的有责任感 也会特别的去回应周遭对自己的一些 她想象中的一些期待 所以很自然会成为一种领导者的位置 然后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感觉 而台湾的长女 在台湾的文化跟华人文化当中呢 又比欧美的长女多了一个被赋予的 特别是文化赋予的一个照顾者的角色 认为你是姐姐 就应该要多照顾弟弟妹妹啊 那这样子的话 的确就会使得长女 有更多的一种 她被认为的 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 应该要照顾 不只是弟弟妹妹 还有身边的人 那同样来说呢 其实就像出生顺序在中间的小孩呢 一般就是因为她受到的关注 感觉比较少 所以她会特别的去 试图要找到关注 比如说她可能会特别去讨好 或者是特别的叛逆调皮 好 那最老妖的小孩呢 就最小的呢 其实因为她一直 全家最小的那个 所以她比较容易有可能就是 属于比较长不大的感觉 一直是那种最被宠爱的 比较会撒娇的那个小孩 那如果我们回到长女来说呢 因为她一直是一个照顾者的角色呢 的确有可能会形成 就是太过认真负责 然后变得好像 要去特别的要照顾大家 当然每一件事情都是双刃剑 就是当她做得好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一般长女或长子 在工作当中都会很早 就会得到赏识的赏识 因为她们特别的负责任 可是当我们如果顾太多责任了 超过自己能负荷的 那当然就会造成了压力 甚至有可能会上情绪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呢 是时时刻刻要关注自己 为自己而活 先确保自己的健康快乐 而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一个 保持一个健康的边界 就是属于自己的事情 自己一定做好 但是属于对方的事情 其实我们应该要交还给对方来做 因为我们过度的帮别人 特别是成年人 不论是你的兄弟姐妹 然后如果你帮已经成年的兄弟姐妹 做太多的时候 其实你不是帮他们 而是剥夺了他们的成长权利 好所以其实博士 告诉大家的一个想法 就是要减压了 那么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个时候接听电话也是一种压力 属于有这种电话恐惧症 而且不只是上班族 可能是更年轻一点点的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 早就习惯使用了3C 甚至透过社群软体 去传这个文字讯息 最重要原因是因为害怕尴尬 所以不喜欢接电话了 所以博士如果我们要练习 摆脱电话恐惧症 因为担心说接起来都是诈骗电话 甚至说你去跟人们 面对面的交谈要更有自信 有没有哪些的好方法 可以让大家来学着练习 博士 是的 因为像现在特别是 我们所谓的这个Z世代 就是18岁到26岁的年轻人 做了研究现实 在欧洲的研究 有60%的年轻人都很害怕 打电话或者接电话 原因他们的恐惧跟焦虑 其实在于 因为他们是习惯用文字沟通的 所以他会觉得 如果自己在没有心理准备好的状况下 又要接电话 就感觉好像被埋伏袭击一样 所以他会感觉到很焦虑 觉得自己要怎么样 可以立即做出反应 那其实这个背后的一个心理的状态 也正是一个癥结所在 就在于 现在的年轻人 当然也可能包括我们自己 会很希望能够表现得非常完美 因为在文字的交通 这个沟通下面 我们已经很习惯打出 觉得最完美的一些文字 但是觉得怕讲话的时候 在电话上没有办法完美 所以因此会担心而产生焦虑 那其实他克服的一个部分 就是从这个部分来 首先 当然我们可以先在接电话之前 做一些深呼吸 稍微的 比如说做一些 付出一点点的情绪劳动 然后稍微的练习微笑 然后再接电话 但是更重要的是 在心理上面 去注意到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其实可以 不用回答的这么完美 如果我们没有答案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可以跟对方沟通 容许在沟通当中 有一些灰色地带 我们不需要马上的答出 是与非 然后我们可以是一个 健康的 自然生长的状态 不需要一定是完美 那如果这么想的话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 很有效地放松我们的心情 然后来接每一通 立即即时的电话 达到更有效的沟通 今天非常谢谢广博士的提醒 的确要接受 适度不完美的自己 减少情绪劳动 这样子才可以开心过每一天 谢谢博士 谢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